各位業界先進還有各位工協會財團法人代表的夥伴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電腦工會鄧立強 我代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來幫各位介紹一下 關於中小企業如果要導入ICT相關的應用 或者需要一些資源的話 中企處能夠提供我們企業 什麼樣的幫助跟資源 那我們主要的目標有三個 第一個是推動應用創新發展的軟性實力 那我們是因為過往的中小企業 可能說台灣當年這些打拚的夥伴們 他們可能年紀已經到了一定的地步 都過了六七十歲了 現在他需要碰到交班了那怎麼辦 那他的第二代是不是也可以開始運用一些ICT 把原來的產品更能夠發揚光大呢 然後譬如說像我們今年有在石定老街 有一個三才林芝 他是一個四十年的老店 那現在父親要交棒給他的兒子 他兒子二十七歲 他就加入中小企業處的輔導 我們就幫他從最基本的網站的行銷 然後這個部分開始教導起幫他們建置網站行銷 然後整合整個石定其他觀光業者 共同來促進地方的一個觀光 讓整個的第二代呢 通通都能夠運用ICT 把上一輩老爸老媽的產業繼續能夠發揚光大 讓中小企業能夠更活絡的發展 然後同時我們也運用了一些電子商務平台 就是像利用一些國際的阿里巴巴啦 然後或者說像國際的平台 讓我們把產品能夠賣到國際上去 那本來可能在台灣 因為我們的腹地小內需市場規模有限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產品賣到國外賺更多的錢呢 所以我們就運用樂天阿里巴巴這些網站的資源 讓我們台灣的一些產品能見度能夠提高 把這些產品能夠真正的賣到更大的市場去 那最後如果說今天中小企業 因為畢竟中企處現在推動 還是要讓全部的中小企業能夠有感 那台灣有123萬家中小企業 那其實我們這些微型中小企業 大概在20人以下5到10人的這些超過5、60萬家 對於這些中小企業一化程度很薄弱的 或者說我今天有心要做一化怎麼辦 我們也會在這裡有一個免費的網路大學校 提供全部的中小企業的夥伴們 自己在家就能夠在電腦上 有超過1000多門的課可以自己上課來學習 那這邊是我們整體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一個發展的輔導措施 那當然接下來我會幫各位報告主要在數位學習 跟資訊加值這一塊跟一化相關的 那其實各位如果是有符合中小企業資格的話 不管您是要需要有創業育成 財務融通或者地方特色輔導 以及法規上面法律的問題 或者說想要參加一些綠色小巨人獎 國家盤石獎都可以跟中小企業處來提供幫助 那各位可能看起來這邊還不會感動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像當年海角7號在魏德勝導演還沒有紅之前 他在最沒落的時候沒有人要借給他錢的時候 他是到中小企業處來借錢 就是中小企業處直接在財務平台融通那邊方面 把資金用中小企業的信保基金把錢帶給魏德勝導演 然後能夠撐 所以最終因為有了這筆資金才能夠派出 我們大家所熟知的海角7號成為台灣之光 那整個計畫的重點工作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微型小店家的地方呢 也就是說最基本平台的地方 我們會有一個中小企業數位關懷計畫 那這個是針對10人以下 5人以下的一個微型中小企業為主在做的 然後慢慢的一直到越來越大 大到快200型的企業的話 我們會有資訊創新升級 那中間也針對支付業者會有一個雲端運算推廣 然後想要網路外銷的 我們會有一個國際網路行銷計畫 那不管您的公司大小規模如何 除了我們最基盤的地方都還會有一個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提供我們全部的業主免費的一些課程 讓大家能夠學習 那譬如說像網路行銷計畫的話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大家可能都聽過好神拖 拖吧 當年好神拖可能在台灣第四台慢慢開始風行 還沒有大賣的時候呢 慢慢開始市場上已經出現很多的仿冒品了 那其實台灣跟大陸做仿冒 我們講複製 複製這一塊的能力非常的強 那最後如果說你在台灣市場 被這些後勁的抄襲者 來搶了市場的話怎麼辦 那後來我們就是運用國際網路行銷計畫 讓他把他的產品運用國際網路行銷這一塊 推廣到其他的各地 像後來好神拖一上市到那個韓國 韓國也是馬上那個狂賣 好神拖後來在幾個東南亞市場 日本幾個地方 因為網路行銷都能夠成功 那除了大陸可能因為海盜太多了 暫時沒有辦法獲利之外 所以我們能夠運用網路行銷這一塊 把我們本來沒有辦法大賺錢的產品 能夠把它放送到國外 讓國外的客戶都能夠知道我們的產品 那比如說像大家如果有去國家音樂廳 去中正紀念堂底下的話 國家音樂廳底下有一個 一小塊大概不到十坪的地方 有一家賣CD的叫小敏的家 他是專門賣古典音樂的 那可能去那邊的都是一些發燒友 但這些客群有限 就算是有常委效應的話 他要把店面開在國家音樂廳 也很難賺錢 那後來因為我們有了國際網路行銷之後 我們把他的古典樂這些產品 利用樂天市場賣到日本 那日本有很多的這個發燒友 他發現哇很多的絕版的CD 這些古典樂的70年代80年代 很有名的這些指揮家作品 居然能夠都在台灣這個小店賣到 於是他就紛紛從日本來下單 這也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那在資訊創新升級這個部分的話 像在雲林 雲林的地方我們會有一個 台灣有很多的毛巾的那個產業 那因為簽訂ECFA之後 毛巾產業會被大陸請銷 所以原本的聚落 廠商都很擔心 那後來他們運用一些科技的一些創新 整合整個雲林地區的一些群聚 開始賣一些造型蛋糕 毛巾蛋糕 把這個毛巾做成蛋糕的樣子 或者一些其他汽車的樣子 就把它加值 那運用這些東西現在也開始 讓他們本來在紅海裡 把台灣的一些毛巾產業帶入南海 那譬如說彰化有一家是華桂牌絲襪 它也是台灣老字號40年的絲襪了 那近幾年它已經接到了我馬最大的訂單了 可是我馬的訂單雖然量很大 幾乎你接到了可能就是變成台灣的隱形冠軍 可是龍頭了 可是我馬的合約訂得很嚴 我今天耶誕節的貨 我可能11月跟你下單之後 你可能12月20號沒有到的話 我馬的要你賠一倍的貨款 你可能訂了1萬打了10萬 可能跟你講了20萬美金 你沒有辦法交貨或者糧綠 沒有達成的話 你馬上當初壓給我馬的20萬 20萬美金的本票就被沒收了 那怎麼辦我們必須用資訊系統 讓它做成一個協同商務 也就是說當我馬發現說 它的美國店面的襪子庫存已經不足的時候 本來進了20萬打 在我馬的倉庫剩下一萬打的時候 系統已經直接就連回台灣 告訴他們說襪子不足了 你可能要開始備料了 那華桂牌絲襪 可能就在整個彰化的群聚的地方 跟其他的同業 一起來調貨 調原料 然後能夠在真正最即時的狀況下 把這個貨能夠賣給美國人 那這一塊也是運用資訊 把它的變成庫存 零庫存 交貨即時 幫我們台灣的一個中小企業 能夠爭取到國際更大的一個訂單 那基本上我們整個資通訊的計畫 就是中小企業的電子化呢 我們可以分為數位關懷計畫 網路行銷 資訊創新 數位學習 雲端推廣 那其中數位關懷跟網路行銷 我們可能會提供的是比較輔導面 顧問方面的服務 因為都是微型企業 食人以下企業 我們提供這些企業一些顧問的能量 我們教你怎麼上網 教你怎麼樣建置一個平台 怎麼賣東西 國際網路行銷你不會英文的 我們幫你把你的產品翻譯成英文 幫你拍照片 秀在網路上 你本來自己要做蛋糕做團購的 你自己PO到Yahoo上面 可能人家覺得賣相不好 不會賣 那沒有關係 我們幫你用專業的攝影師 拍了美美的食品 放上去賣 然後運用平台的地方 物流也是有快遞公司幫您 通通能夠處理完 然後我們也教中小企業 怎麼用關鍵制優化 在Google上 怎麼樣讓您的產品 能夠花最少的錢 馬上就能夠在Google 或者Yahoo的搜尋引擎 第一頁就出來 那資訊創新剛剛講的 可能就是大一點的企業 到100家以上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會提供補助款的 比如說像剛剛華盃牌絲襪 我導入整個協同營運的系統 可能我花了 像他們的系統的話 大概花了200多萬 那可能中小企業 就是同步補助你這個200萬 可是他自籌款華盃牌絲襪 也拿出200萬來做這個系統 那數位學習計畫 就是網路大學校 這個部分就是完全免費的 只要大家有任何的需求 任何的需要 都可以上這個地方免費去索取 那雲端運算這個部分 主要是針對支付業者 中小企業處補助支付業者 開發各種產業 就是包含流通業、批發業 各種產業它的雲端系統 那這個部分 建置費用是由中期處買單 然後最後每一個計畫都會把 免費的這個成果 或者把它五萬塊的產品 因為有補助 然後支付廠商會很便宜的 把這個產品用可能 可能一萬塊兩萬塊 就賣給我們中小企業的業主 那業主就不用擔心很多的事情 包含說中華電信的線路費 租IDC的費用 這些等於就是通通都有這個計畫來補助到 那基本上中小企業處補助的還是有一個範圍 就是您今天要來申請的話 如果您是製造業的話 您的營業額要在一億元 八千萬以下 那其他業別 像服務業那些一億元以下 那其他的東西 其員工數未滿兩百人 服務業未滿一百人以下的 這些都可以來申請 所以說員工人數 您只有一個人到兩百人都可以來申請 那營業額不要超過一億元的 都在中小企業處的補助範圍內 然後大家廠商也不要怕說 拿不到錢啊怎麼辦 當初魏德勝也是 也是沒有人要借他錢 沒有人要幫忙他 到了中企處 中企處用信保基金 等於用政府掛保證 幫他去跟銀行那個借錢 讓他把電影拍完 所以有需求的話 都可以直接去跟中小企業處來聯繫 那大部分的這個成果與效益 這個比較官樣的字眼 大家就參考就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案例 那像剛剛講數位關懷 縮減數位落差這個地方 像我們有一個 手工傳奇的群聚 這個公司基本上 它就是十家公司 它就是由十個單親媽媽所組成的 那他們做的這些產品 最早包含了 他要做飲料啦 香皂啦 水餃啦 這些手工藝品 他們就是自己包裝完 收到客戶的傳承訂單 他都拿到郵局去寄啦 完全就是很基本的 口耳相傳的一個口碑行銷 那當然可能就是只有他的鄰居啊 或者在地的一些消費者 能夠來幫忙買 那我們現在幫他把這個十個單親媽媽 一起做成一個手工傳奇的群聚 我們運用網站 讓他關鍵字行銷 也在部落客上面幫他行銷 在Facebook上面幫他行銷 然後最後他能夠把產品運用 異業結盟啦 團體作戰啦 賣到台北 甚至賣到離島 統統都可以 那另外一個國際電子商務的例子 就是有一個陽太電子 它是做LED的情境感應燈的 其實可能在家裡我們今天走進去本來都是黑的 你走到一盆花前面 在那盆花摸一摸那個花會慢慢開始亮 或者你走到一個魚缸 本來魚缸是沒有燈光的 你手給它摸一摸 它會慢慢開始整個魚缸會發亮 就是一個情境的燈 然後它的設計 概念非常好 可是 畢竟這個市場在台灣很有限 所以我們後來透過阿里巴巴平台 讓它把產品賣到國際上去 所以它的 不管是它的報價啦 或者外銷的營業額 紛紛通通能夠增加 那另外一個介紹是資訊創新福的 這個是今年度 就是 11月15號才結案的一個廠商 大業禮品 這個禮品就是我們一般 可能做冠軍的景旗啦 我們做獎盃啦 早年他們還做過金馬獎啦 這些東西 或者比賽完的一些感謝狀啦 第一名第二名的 都是由他們來做的 那過往我們可能 它店家在中華路 我們可能都要到現場 到現場去選 我今天是要木製禮杯 上面我是要配琉璃 然後我前面的那一塊包裝盒 我是要用玻璃的 自我消燙金的都很麻煩 那現在整個網路平台之後 消費者直接上了網站之後 就能夠不管您是用手機也好 PDA也好 任何的智慧型裝置都能夠 立刻點選 然後你可以搭配 比如說上面是要大棚展翅 一個老鷹的琉璃 下面看您是要用石頭的大理石的 還是木製的 直接在網路上都會幫您報價 刻製通通配好了之後 它會秀出來一個圖片給您 那我們很多這種東西 是大家一起要送給老闆 送給我們的老師 或者說兄弟姐妹 要送給爸爸媽媽長輩助壽的 我們即時這個東西 就能夠秀在Facebook上 給您的親朋好友同學看 大家一起來覺得這個設計的東西好不好 有意見的話 大家馬上都能夠 經由Facebook來覺得說 我覺得哪邊要加一點花啦 哪邊要怎麼樣啦 統統都能夠線上回覆 那像最近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復興國小要辦一個 畢業50週年的 感恩的那個回饋的一個類似同學會 他們請到了50年前畢業班的老師 那這班很好玩 後來我們去查 我看他那個名錄才發現說 這一班有一個學生 居然是馬英九 然後他們就要送給老師一幅畫 還是什麼 就在禮品公司說 問怎麼辦呢 那他們只用Mail Mail的一幅照片 就是復興國小 當年50年前 很古早的一個照片 說我們想希望 以這個照片為Base 呈現一個東西送給老師 那後來他們就想說 要做陶禮滿門 所以又沒有一個陶 一個禮的照片過去 那後來大業就在系統裡面 直接在彩色印刷的地方 幫他把陶禮 還有這整個 用雕刻浮雕雷射印刷 幫他做成一幅 像電視機這樣子大的畫 然後把這個畫最後 送到那個老師那個手裡 那老師拿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老師也非常的感動 整幅畫又是立體雕刻 又有當年50年前的那個 那個那種情緒在裡面 所以送禮的人也是非常的感心 那線上學習的話 最後我們可以看到 網路大學校 現在已經有超過 1000門以上的課了 今天不管是你要看電子書 然後要有一些ICT的東西要學習 或者說一些演講的課程 都可以在這裡免費都能夠上到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包含了一些企業 他也跟網大合作 就是包含說企業員工 有的中小企業我們只有10個人 我公司老闆 我雖然有心要幫員工培訓 但是怎麼辦 我沒有這個時間 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經由網路大學校 幫助我們的中小企業的老闆 給予我們這些企業更多的一些培訓 節省大家的時間和金錢 那最後是剛剛 前面有跟各位報告的雲端 雲端我們就是讓支服業者 設計出一些比較便宜的軟體 提供給我們的中小企業 那包含的是我們 如果是購買套裝軟體 只要13500 雲端服務的客戶 只要24000 那這些基本上都是我們一般開店 10人以下 中小企業主還算負擔得起的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有更多這種 雲端方面的服務提供給我們的中小企業 讓大家不要說在外面受騙 一個系統十幾萬 花不下這個錢 感覺到開店非常的困難 那我們整個聯絡的方式 五個計畫 有四個是中華民國軟體協會 一個是我這邊電腦工會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這是我們的聯絡方式跟mail 在各位手上的手冊裡都有這個聯絡方式 大家有問題都可以在這邊參考 那今天簡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